把它设定好 我想大致上都差不多 那如果说你想要再把这东西熟悉 因为怕说你将来又忘记的话 那不如就怎么样 就是说你在练习的时候 可以再把它试一下 就刚刚Eclipse这个环境 关掉之后重新删掉 重新再解一次 再练习过了 多几次 我想你现在就知道怎么做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刚刚的输出 这个中文部分 串接后面 但不一定是中文 可能英文只要是自串 那你如果串接后面的东西 那就是会需要做转型 但如果你不转型的话 另外还有个方法 就是你不要用加号 我记得好像这边可以 做一个逗点 逗点的话意思是说 它会先输出这一个 再输出这一个 那如果你把它加个 把加号变逗点的话 那这样我看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这样也可以 就是它是自串 但我不是用串接 我是要用print 它先输出一个 但是这个逗号将来输出会多个空白 空白第二个 逗号空白第二个 我们来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我印象中这样也应该会出现OK 有没有 这边不用转型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用串接的 我是用逗点 逗点就是说第二个东西 第三个东西 但是会多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会在这个中间加一个空白 这差一别在这里 OK 那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讲的部分 如果说你希望练习什么 练习想要知道 到底它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那你可以多选一个叫typ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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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有显示出来 type 那你可以打一个ty 其实它就出现enter就好了 刮糊 比如说我想知道什么 想要知道some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 OK 那当然输出的话 我看type 它里面会不会告诉我 不过特别注意 我执行到这边奇怪 它怎么只有输出这个 没有输出什么type 特别如果你要输出 它这里面是什么形态的话 你可能还要多一个什么 叙述叫print 你把它print出去 print什么 print这个 这个东西的形态告诉我一下 这个东西里面到底放哪一种资料形态 那基本上在python的变数里面 大概最常用的不管是整数 里面是放数字 但是整数指的是int 是指的是没有小数点 第二种可能就是字串 像刚刚那个没有前后双引号的东西 就是一个字串 是string 第三种可能就是 它不是整数 它有小数点 那就是float 有没有 就是浮点的 一般我们叫浮点 有小数点的部分 大概这三种 那可能第四种还有就是串列 这个后面还会再讲 什么叫串列呢 就是如果你那个变数里面 我不能只放一个东西 我要放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就像那个excel里面 不是有很多储存格吗 那你总不能说我今天只能放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那下一个怎么办 再宣告一个吗 那如果说你是再宣告 那不是宣告一堆变数吗 那不合理 所以它有个串列 所以这个串列 你可以把它想像 就像excel里面的那个储存格 它可以放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说 上里面是放哪一种形态 你print 先把它type 出来 执行一下看看 OK 看一下 它会告诉你说 这里面放的是一种类型 它用class来表示 它有一个类别 里面叫int 以后如果你看到int 你就要想到是什么 整数 OK 其实不是只有在那个python int是整数 你们在excel里面 有没有 或vba里面 int也是整数 或你说c java 都一样 所以特别说 看到这个关键字 不管哪一个语言 反正都是整数的意思 意思是说 我里面是放整数 那再来的话 你也可以拿 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 刚刚这个string 外面包一个str 意思是说我把它转换 转换成什么 把int先转成 字串的 然后再type它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有什么变化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因为它经过转换的 所以它type出来的结果 它里面就告诉你 里面你是放个字串 那字串跟那个整数 结果会不一样 很多时候 它里面如果只能够自串 你就要给它自串 你不能给它别的东西 如果你给错形态 结果就是错误 那其实你们将来会发现错误 最大的几率就是 知道形态错误 如果你形态都对 那应该写程式就是很愉快 都不太可能会错 所以刚刚那些细节 如果你都有注意到 以后怎么写程式 大概也就比较不会犯错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多多熟悉 多一个type部分 那后面的话 我们再多练习一个练习 就是说在那个什么呢 在我们的讲义里面 后面的话有一个练习题 那请各位把 我这边是48 你们那个 其实有些好像有页码 那有些页码被盖掉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48这边 有一个假设我输入这一串 比如说我今天新增一个 那我查看一下里面的形态 到底是什么 那其中我刚刚提过 在Python里面用最多的 不外乎就这四种 当然还有那个其他的 只是其他的比较少 像Dictionary字典也会 还有Triple也有 但是那些资料现在比较少用 OK 比较常用的 大概就这四种 那我要怎么去做一个练习 那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在四十三页 四十四页里面 大概有一些说明 那其实什么叫变数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语言 都会有这个变数的存在 那这个变数 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怎么样 变嘛 会改变的 数其实你不能叫数 叫资料 那这个资料的话 可能就有很多种资料形态 资料形态就是在Python里面 最重要就是那四个 我刚刚提过了 有没有 整数 有辅典的 然后有字串的 有串列的 那其实就有点像 他这边有个比喻 其实就是说你现在 要存放一些data进来的 那你就要什么 就要给他空间 让他存放 不然的话没地方放 那当然就消失了 那在电脑里面 是存放在记忆体里面 至于记忆体放哪里 那不是你的事情 反正我就放进去 将来抓得到就可以 就跟你那个C,C,C,V 不一样 看这个C其实放在记忆体里 那只是放哪里 那也不干你的事 反正存在就OK 那这边会是变化的 OK 再来的话呢 其他那个在Python的 那个相关规则里面 他不需要宣告 意思就是说 当你在给他指的时候 这个变数就存在了 OK 那什么时候消失呢 其实他好像也自己管理 反正这也不是你可以做的 不像说那个C语言里面 你还可以自己去管理那个记忆体 在比较高阶的语言里面 记忆体管理就不是你管理的事情 不是你管理的重点 但是你要至少知道说 你要怎么建立一个变数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资料形态 其他的命名规则可能注意一下 第一个不能以数字作为变数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刚刚都是ABCD这样子 那你不能说1234 A1等于3 1等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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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嘛 所以不能用数字当变数的名称 或甚至另外一个 不能用数字开头 比如说你可以A 后面叫1 A1 A2 A3 OK可以的 但你不能1A 2A 这样不行 就是不能用数字开头 里面是可以有数字 但是不能用数字开头 我觉得应该比较精确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第一个字不能是数字 再来的话 有些名称 尽量不要用underline以外的符号 所以像我刚刚不是很敏感 我说那个简号 虽然说他握税可以用那个简号 但是像我的习惯 除了底线以外的符号 我尽量避免 为什么 因为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有的时候明明说你可能会犯错 那你就尽量不要往那边去 OK 比如说那个人家说 夜路走多总会碰到鬼 你说 明明那边很暗 你干嘛又往那边去 很容易出事 对不对 所以尽量我们就 就是避免 这个我的原理原则 我的原则写程式尽量避免 不必要的那种错误 那你也不要乱试 像刚刚有同学 可能自己试了其他动作 然后问我 老师为什么这样子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因为我也没有犯过那个错误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子 你不要说你自己出了个难题问我 我平常就是走对的路 我不会乱走 走到旁门着道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风化区或什么的 你问我老师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不给我管 OK 所以你要就是 我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尤其是城市 一定要完全正确才能执行 你哪怕你多一个乱七八糟 多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的话 他就是会出错 那出错怎么办 出错就麻烦 所以尽量不要出错 你就是遵循我刚刚讲那些 对的方向就OK了 其他的话 名称不能用保留字 比如说里面可能有INT 你不能说INT 你就宣告一个名称叫INT 他已经是INT 或者SRT 像这种名称 有没有 都是叫保留字 他有特殊用途 你就不要用那个名称 那比较安全就是像什么 像刚不是用到什么 APC 不过也不能常用 因为用太多以后 用完就可能要想一个 比较有逻辑性的名称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表示的方法 指定 这个是运算 最后我们可以把什么呢 一般像变数的指定 意思说把后面东西运算的结果存在前面 把后面东西运算的结果存在前面 所以刚刚我们有什么 A加B 对不对 你其实可以把什么呢 A加B 里面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什么 改成 这边你不见得一定有A加B 你可以叫A-B 或者是A什么 A乘B 乘是用信号 A除B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什么 A person person的话是百分比 A person B 请问是多少 A person B 意思就是说 A除以B的余数是多少 余数哦 余多少 A除以 3除以5余多少 3吧 OK 如果不知道你执行一下就是答案 3 OK person是求余数的意思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余数呢 其实我觉得还蛮多地方 因为我们算完 我希望图完之后剩下多少告诉我 那这个概念在VBA也有啦 公共VBA里面不叫person VBA里面换一个名称叫MOD MOD 就是中华电信那个一样MOD OK 就是也是一样求余数 OK 类似的 这种东西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慢慢熟悉 另外还可以什么 刮虎 其实先加减 先乘除后加减的规则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要先加减 再除的话 你一样就刮虎给他 这样的话才会OK 所以也许你可以 再把那个A B 那个里面的做其他的运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了解那个所有的行别 什么样的行别 就是你type 假设的 请各位待会一样就是在这边 在new一个什么呢 new就是在按右键 那记得new一个什么 新的module 我刚刚讲了 就是说你这边就是新增 在src src src src就是src 就是程式码里面呢 增加一个python的module 这个module里面呢 也许你名称叫var 就是var等等 然后呢输入这些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行别type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帮我把那些行别告诉我一下 比如说hello world 这个是什么行别 它是一个string 有没有string的行别是hello world 然后int的行别是123 有没有这个地方给它整数 那float的行别的话是它 另外的话这边有个list 这个list 其实顾名是吧 以后如果你们各位只要看到 假如是什么呢 中瓜湖 ok 是中瓜湖开头 跟中瓜湖结尾的 这种资料形态的话 那就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叫一个list list 中文的意思是要串列 也就是里面可以放很多个资料 但是它是一个变数 一个变数可以放很多资料的话 那就是一个串列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也许可以先试着把 刚刚我讲的这个type先试试看 另外的话呢 也许可以把 加减乘除这边稍微改一下 可以改像我们那个 讲义的第46页吧 再来的话就是再增加一个 这个var的变数 做type的练习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看一下